昨天有很多朋友分享和看我的影片 關於2030年的事件預測 這個日子未到 到時會不會真的發生這件事呢 其實基本上是不希望發生的 我希望這個只不過有些人在做一些古惑事 或者是一些開玩笑 或者是想多些人看他的view 賺錢賺YouTube頻道的錢 希望是這樣 這是最理想的結局 如果4月18日真的不幸言中 有這件事發生 我也蠻擔心 希望不是 如果你未看這條影片 就去右上角有連結 去看這條影片 好了,今天第二集 就說回第二件事 因為這個匿名人士 不只是說一件事 是說兩件事 接下來有70件事 在2030年之前都會發生 第二件事 其實日節都很接近 很值得大家去聽 看下去 還有我也會說完這個故事 我先當它是故事 不是預測 不是預言 只是一個故事 只是一個科幻小說 你聽完就知道為什麼是科幻小說 我在片尾會說一下我自己的意見 一些奇特的想法 我不知道是否正確 留下大家的決定 好,我們直接進入第二件事 究竟是什麼 第二件事 就說到一個人物 是一個中國人 這個中國人 叫做 胡博士 之後他會有他的生平歷史 也不是生平歷史 他也在世 他現在還活著一些事情 一會兒會再說他的經歷 好了,上次已經說了 4月18日 是一件重要事件 2036年有70件事件 會發生 這個匿名的Youtube 希望大家廣傳出去 讓更多人知道這件事 因為他們發現 他們嘗試改變這件事 是沒有用的 因為他們有looking glass 也有他們同樣的技術 大家都知道大家在做什麼 你想改變那部機器 人家都預先知道你會走這部機器 所以大家勢均力敵 發覺改變事件 也不能阻止48日 這件事件發生 所以唯一就是靠更多工作人士 知道這件事之外 也將它廣傳 這次說的第二件事件 就是叫做 Wincent Wu博士 他是什麼呢 他是Quantum Computing的一個專家 說回這個事件 就是他們在2001年91 大家知道什麼日子 當時有一位人兄 曾經警告過即將發生這件事件 但內閣是沒有用的 這件事依然是發生的 所以他們背後的團隊 發覺有looking glass 也沒有用 知道未來事件 即將發生也沒有用 有人warning也沒有用 一定要大眾的參與 大眾的各知 才能阻止一些負面的情況發生 而2003年 這個負面的結局 對人類來說是挺悲慘的 希望能夠阻止到 記住這個火環小說 大家平靜地聽著 接著說到 第二個事件 就是5月20日 這個Dr. Wu是會被殺的 你會問 為什麼他這麼重要呢 因為他是一個 量子電腦的一個專家 而大家不知道 SERN也是在近期暫停了三年運作之後 3月22日的時候 是重新開啟的 有人懷疑 SERN的創造 都是為了他們的Dark Agenda 但是他為什麼突然間 停了三年又再重新開過呢 是不是有些事情 他們又想繼續做回呢 這個是很耐人尋味的 而2048日第一件事件 如果能夠阻止 亦是阻止核戰發生呢 其實美國的經濟 都是會崩潰的 就算不說這件事 其實很多其他的專家 都預測過 從經濟那裏 美國的經濟 都不會好得去哪裏 那是不是差到是崩潰 和美國進入混亂 連食物啊 基本啊 水啊 都是有威脅呢 這個不知道 但是 胡博士 剛才說的 Vincent Wu 他未來做的事情 是會救到這個經濟的 那他做些什麼呢 大家很好奇 一看上去就知道了 那所以 因為這個Vincent Wu 他做的項目這麼重要 所以 黑暗實力 就希望刺殺了他 就在這個日子發生 那所以 而這個Youtube頻道 就希望大家 就廣傳這件事 令到胡博士 就不會被殺 那這部分是很奇怪的 因為我看到這裏 我覺得 咦?胡博士 首先姓吳的人 大把 Vincent這個字也大把 那我覺得 會不會都是老作作故事出來 那你看上去 原來不是的 這個真人還有照片 所以 令到整件事 這個故事可信性 又高很多 那 而 吳博士 其實 如果他能夠生存到 2029年 進入2030年 而他的項目又繼續成功的話 因為他的 Quantum Computing的力量 能夠對抗 雙本身的負面力量 他是一個關鍵的 一個重要人物 所以這件事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那以下呢 其實就是 我catch一些新聞給大家 如果有興趣 可以看回 其實箱在3月22日 是已經重新開動的了 好了 剛才我講到 這個就是 Vincent Wu 吳博士 那 他有medium 那裏是有post 是不止一篇的 是有很多篇post 這個是其中一篇post 這個是和他做的project 叫做 raindrop 有很多 語點的DAO 的web designer 一起拍照的 那 一去到這部分 我覺得 咦? 為什麼這麼有趣呢? 為什麼 我自己玩開crypto 也玩開NFT 也玩DAO 那這裏就是講他的故事 那他的故事發展呢 就講回 他和他叔叔的關係 吳博士呢 他說 小時候和叔叔的關係都不錯 但是 叔叔為人呢 就是 生活艱苦 又讀書又不成 簡單說 就是 都是一個 很沒什麼用的人 這樣 那 和他爸就不能比 他爸就很成功 他弟弟就很差 那 所以呢 但是他關係都OK 一直都是這樣 直至到2005年 還有一件事 就是叔叔很奇怪 都不是奇怪 就是 很反傳統的 就是反對黨 你知道大陸反對黨 很不行 也都是 很多是質疑的 對於黨 就是不會說 好像普通人 說黨說什麼 就什麼 黨叫你做什麼 他就相信 那些 他就不是的 就是很反對黨 所以他這個種子 就留下了 心裡 開始質疑黨 直到2005年 就發生了一些事件 就因為他已經讀完 computer science 收到叔叔 這個很窮的 叔叔的來訊 但是 最令人驚訝的 就是叔叔 給他一封信 是國家文 國家信 你想想 他的letterhead 是有國家的標誌 有些正式的批文 那樣 這個是中國軍隊的會議 他很驚訝 為什麼叔叔 一個窮家小子 無名小卒 會寄封這樣的公民信 邀請他參加這個國家會議呢 當然啦 這個大學生 亦都是很聽話 去到會議的時候 當然看到叔叔 後來他才發現 原來他叔叔 表面上做的工作 只是覆蓋 隱藏他真實身份 背後 其實是一個很高層的黨領導 也有很高的軍界 是一個很重要的人物 表面說是反對黨 只有覆蓋 他說回到會議的時候 只有20多人 看他的表演 說一些中國最新的技術 當時是2005年 他畢業後收到這封信 2005年他已經看到一些很厲害的技術 到這裏 可能大家都不知道 以為我們在用一些 iPad很厲害 電腦很厲害 MacBook Air很厲害 其實這些全部都已經是 跟軍方 美軍也好 中國政府也好 其實已經是落後了很多年了 很正常的 人家軍隊 用一些很先進的東西 所以譬如 Will Cork Cory Good說 美國軍方他們上去 2020的project 用的是Glass Pad 即是透明的 大家有時見到一些電影 是Glass Pad 是透明的 但他顯示得很清晰 超薄的 一定是領先我們 不知道幾多十年了 好了 講回這裏 講完一輪之後 當然是想 不是想的 是要那些二十人 就簽一些文件 就是non-disclosure 叫你加入他們的情報部門 都不是說你願不願意 基本上 每個人都立刻簽的 因為這個是一個 國家榮譽來的 邀請你進入一個 這麼核心的 一個重要的 隊員 好了 開完會之後 這裏就進入一個 科幻小說的情節 怎樣呢 因為離開了房間之後 因為阿叔 其實一路都沒有跟他表現友好 即是他是隱藏 大家都依然 即是沒有說 阿世澤那些是沒有的 他都直接就離開 這個meeting room 就坐電梯 就進入地底了 做完一些手續之後 他就坐上一架 即是去了一個鐵路站 這裏開始大家應該明白了 其實是一些underground的train 那些train 其實全部都是沒有路軌 雜浮 不知道是雜浮 不知道是雜浮 不知道是甚麼科技 總之是原浮在空中 是飛快地走的 他說的快度 感覺是超級那麼快 是1000英里的每小時 你可以想像到 他是走了25分鐘 那你想一下 你計算一下 其實去了25分鐘 其實都不知道去到多遠 或者多深 去到之後 打開車門 離開車站之後 你發現 為甚麼好像是地面的東西 但你想想一下 全部都是地底 他們那裏 是一些很美的地方 是一個地下城市 有模擬太陽 即是很充足的光線 有些好像花園森林 當然是模擬出來 即是人造出來 不是模擬 他為甚麼要去到這個地方 就是因為他要住在那裏 要接快些訓練 成為一個超級量子計算機的專家 為期一年的訓練 訓練完之後 2007年 剛才2005年 即是加入這個秘密組織 2007年就完成訓練 他會說得很神奇 但是他神奇的地方 你看完他講的一些特點 就真是幾神奇 他說 Content computer 可以預測人類的行為 人類的反應 廣泛是用在 社交媒體 廣告 以及心理的操作 亦都可以想像到 其實如果你有這個技術 政府一定會利用他 來做一些甚麼 因為 其實你這樣 就很容易可以預測到 我做一件事 會帶來一些甚麼群眾效果 預先已經操作了 所以 他的計劃會做得很好 你突然會想 為何 近來發生的事 是不是有些操作在後面 這個不知道 我不懂 接著繼續下去 他就說 政府很多事情都計劃好了 也做了很奇怪 表面好像很愚蠢的事情 實際上是在做一些特別的事情 也希望創作一些理論 然後推廣給一些 這些叫做 大風向 亦都在說 這個Pandemic 其實是一早就已經 計劃好了 他當作這個Operation 做他們一些 有些事情想做 他 另一點 就是Quantle Computer 很少 很奇怪 他說 他本身在裡面 如果你在裡面 你會發覺有些奇怪的藍光 如果你看著他 他甚至會回應你 你可以想想 如果你對著 iBook 或是MacBook 突然之間 他會和你回應 還會四處走動 就會做出一些奇怪的形狀 我想你都答了 所以他覺得 Quantle Computer 他本身是一些超維度的智能 你又說 有沒有這麼神奇 IBM都在賣 他說 IBM在賣 或是租出去的Quantle Computer 當然是天文數字 怎麼租出去 其實他是不能預測 他的未來事件 因為他已經是 我們叫Huttonning 做了一些事情 某些事情是做不到的 禁用了 所以 接下來要看到 他禁用了什麼 而 很多 我們在網上 看到的 或者 在圖書館 看到的文獻 其實都是經過 FILTER 即是說到 Quantle Computer 是一些未來的東西 20年後 量子計算機可以做到什麼 其實基本上不是 現在已經正在做 也正在應用 而 吳博士 他正在來 或者 他正在做的 項目 叫做RingDrop DAO 我也很有興趣研究 這個DAO 稍後再跟大家分享 都很特別 他是正在應用 和比特幣同樣的 一個理論 比特幣 根據他所說 其實都用Quantum Computing 是 不知 製作什麼 有參與其中 好了 還有一件事 就是 Quantum Computing 一直都在應用 但是很奇怪 他是預測不到 2030年之後的事 這個 跟looking glass的說法 都是一樣 很多說 2030年 一些重要日子 但是過不了 不知道什麼意思 還有 他發現 原來 所有人類 都是用一個很奇怪的方式 聯繫著 好像有一條繩連著全人類 而人類的靈魂和能量 是存在在身體之外 這部分 都頗特別 這個想法 還有他們也有證據 證明上帝是存在的 但這一部分 當然不可以讓世人知道 如果你個個都相信 上帝是存在 對他們管治很大問題 所以希望大家都沒有神論者 相信自己好 自己就是最powerful 自己就是上帝 這就是最困難的 到最後的點 就是 他說 其實所有未來的計劃 因為他們經過 用過 computing 之後 發覺 他的計劃是很邪惡的 未來的日子非常差 所以才蒙起 蒙心想 改變這件事 好了 為什麼呢 去到2013年 他們因為 吳博士 開始質疑這件事 看到這個quantic computing 是用在一些很嚴重的 濫用的地方 其實 不單是中國的 所有地方 國家 大國都有用 中美、澳、亞 歐盟 都是有用的 所以不用大家覺得奇怪 誰是特別壞 全世界都在用 這個技術 他 有這個懷疑之後 沒有人跟他說 因為始終是在做秘密任務 為國家做一些事 他唯一可以談的 只有其中一個 Soft engineer 他們溝通 當然不可以 用email溝通 就死定了 用一些 crypto code 就是密碼溝通 終於 他們想到一個計劃 計劃 就是 希望將quantum computer 運出到國外 因為 剛才說過 所有quantum computer 其實已經被禁用了 不是一個全功能的運作 只有將一台正常運作的量子計算機 能夠運出去才行 他們想了很多方法 最終想到一個藉口 就是 不如 因為他既然 Soft engineer 他很厲害 Pokeman 就比Dr. Wu厲害 不如他留在這裏 Dr. Wu 就自己離開 借藉口離開 去找一些大學 因為中國有五間大學 其實都是有這些計算機 在其中一些 找一些合適的 就將那些quantum computer 不能夠full function 將它的寫程式 令它變回全功能 就做這件事 他很幸運 很幸運 上司讓他這樣做 讓他這樣 離開地底 因為他都能夠成功脫離地底 上到五間大學 就找到一個合適的 五間裏面 就是一間大學 合適計算機 接著 就得到大學的 某些人的配合 可能你會問 為何那些人肯配合 沒有的 因為那些研究員 都知道 其實那部電腦 不是全功能 有人突然幫他 可以開通 關卡全部搞定 當然非常開心 所以很配合 他們怎樣呢 就將這個電腦 運走 經一些地下通道 運出去 運去緬甸 一些緬甸的貿易路線 運出去 但中間有些波折 因為經過關卡 有些人 就懷疑你是特工 或是 吳博士是特工 所以就要他 證明自己 真是 真是做這件事 真的想出國的 不是做特工 所以要他做一些任務 就證明他是 反窮 做完了 讓他過關了 也都很幸運地 將這個電腦 運去緬甸的一個 很密密的叢林 裡面 裡面有一間小屋子 屋子下面 才是一個真正的設施 那裡是足夠他 可以很久很久都可以 做很久都可以 但奈何又被他們懷疑 是 都是做特務 而被捕 也都監禁了六個月 轉轉轉轉 這裡大家詳細看 過程都很慘 就是這個故事 終於都得到幫助之下 才離開 離開了之後 他真的回到秘密實驗室 做事 也都得到他之前那位 同事 Software Engineer 就幫他 終於完成了 改回軟件 令到他這個 偷運出來的 Pondom Computer 變回全功能 因此 亦都是產生 Rain Drop Down 這個Project 亦都是過了第二階段 2021年的Alpha 的Testing 已經完成了 未來預計 他就說 2023年 就去公眾推出 剛才都說過 現在黑暗室 似乎是想謀殺他 原因就是 因為這個Rain Drop Down 改變了他們的負面計劃 究竟是怎樣呢 去到這個故事尾 就留下大家決定了 但我自己 就有個很奇怪的想法 因為它牽涉到Crypto Crypto市場 其實很多時候 是做一些Marketing 他真的有Rain Drop Down 大家都知道 如果Crypto一定是有Twitter 但他的Followers 真的好少 260多 這個很奇怪 如果真的做Marketing 那為什麼沒有那麼少人呢 是不是真的沒有人認識這個Project 另外就是 他真的有網站 亦都是真的有做事 我未很詳細地看 和分析這個Project 有機會如果我有 我會在Brunson那邊的頻道 會和大家分享 是否值得投資這個Project 這個是在Crypto那邊的想法 那我就想 其實會不會整個故事 只不過是一個Marketing的手法 就是用一個好像很懸疑的手法 其實最尾都是想Sale Rain Drop Down 但是還是真的 如這個當初的故事所說 Event Who 其實他真的是很重要人物 他的Project是會影響未來全人類的 要殺掉他才行的 如果不是他們2030年這個負面計劃 是不能夠完成呢 就不知道 究竟是怎樣呢 你覺得是怎樣呢 不妨大家留言告訴我 看看你又怎樣看法 這個是科幻故事還是Marketing呢 好,就是這樣,拜拜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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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